第五代战机的研制技术 甚至是很多的国家都会从美国高架进口美国的五代战机 目前美国的F35是受到大众欢迎的 而且据说美国的F35的订单有很多 很多时候人们提到F35会多一些 对它的观众也会多一些 而且同样是美国产的F22的关注度好像有一些低 那为什么F35会获得更多的关注度 比F22更加的受欢迎呢 首先就是叫价 美国的这两种战机的使用人群是不一样的 F35是可以接受他国的订单的 但F22是美国寄主的一款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机会投资的 所以不对外接受订单 F35是多个国家共同投资的 这也就是说美国与其他国家合作的 美国的F35也用到了很多F22的技术 这让F35的降价低了一些 至少比F22低了一大部分 性能上有F22的一部分性能 所以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说 这样的F35是很多国家都能支付能购买得起的 除了成本之外 F35为了适应很多国家的需求 机身的可借弹量的数量是很可观的 可借重量也是很可观的 就是忠诚的导弹可借的数量也比F22多 所以这样来说也很适合一些发展不如美国的国家 因此现在F35是各个国家都争争买 不过日本得到的甜度最大 因为日本也已经美国的F35生产性 除了日本的金融之外 他们也得到了很多的订单 这样的订单的利润让日本可以获得大量的资本 用于其他经费的投入 将来肯定还会得到更多的获益 所以对于其他国家的政策来说 这绝对是十分受到关注的 换紧支付能力就是一大问题 就算是不考虑支付能力 F22的核心技术 对于习惯了打差别战的美国来说 也是不过离轻易万象快乐的 好了 今天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之前来订阅我们两边的武器 紧急完之后 我们下期再见